烏軍一步步繃緊神經前進 因為這座廢墟可能是圈套 走沒幾步路 前方果然有俄軍的埋伏 烏軍立刻還擊 雖然日前他們已經收復 烏冬的安德里伊夫卡 但是附近人潛伏大量的 俄軍殘黨 每天都是體力跟彈藥的消耗戰 就在此時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突然訪問基辅 澤文斯基趕緊喊話要防空武器 北約說別擔心 他們剛跟軍火商簽了 台幣816億的協議 會繼續軍援烏克蘭 只是俄羅斯得先擔心自己家園安危 俄國的反抗民兵組織宣誓要完成瓦格納領袖 普里格金的魏禁之志 要奪下莫斯科 這時普欣總統也忙著見自己的心腹 車城領袖卡迪羅夫 卡迪羅夫除了拼命書城 也藉著現身來破除重病身亡的謠言 TV全聰明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